三国演艺细节解密之73 陶谦为何会失败 又为何相众刘备最近咱们的三国演艺细节解密 一直在介绍古典小说三国演艺中 出场未出场的东汉末年各路诸侯 最近几期我们讲到了徐州和他最著名的一任地方长官陶谦 大锤已经介绍了陶谦的出身背景 脾气秉性以及他的能力和他的依仗 按照之前几期大锤的描述 这个陶谦可以说是东汉末年士大夫阶层的一个异类 相对于其他人孤高自傲的缺陷 陶谦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较强的 而且其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各种能力都具备 属于没有明显短板的这么一个人 陶谦还充分利用了他是丹阳人的缘故 能够聚集起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强兵 陶谦所表现出来的这几个强点 是当时很多歌剧地方的诸侯所不具备的优势 按照大锤之前的评价 陶谦理论上应该在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乱世中 表现出色才对 为什么历史上的陶谦依旧是一个维持数年就事业土工瓦解的失败者呢 以至于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陶谦最主要的戏份并不是虎聚徐州 而是三让徐州给刘备本期三国演义细节解密 大锤就为您讲述 东汉末代士大夫中的全能战士陶谦 为什么依然在东汉末年的诸侯争霸中遭到了失败 而他为什么又会把三让徐州的目标定在了刘备身上 历史上陶谦的失败可以说有内外两大因素 咱们先说内部因素 这就是陶谦虽然依仗丹阳兵的力量 成功压制住了徐州的地方豪强势力 但是这些豪强的实力仍在 陶谦只是压制住了他们 而不是彻底摆平了他们 从陶谦控制徐州之后 当地的豪组代表 诸如陈规陈登父子对外的活跃 迷失兄弟对刘备的慷慨 由此来看 徐州的豪强势力仍旧有相当的本钱 而这些人的存在 直接导致陶谦在控制徐州的差不多六年时间里 始终没有完成对徐州名利物利的有效整合 而外部因素的步步紧逼 更让陶谦对徐州内部的整合功败垂成 咱们之前在对徐州地理形式的讲解中提到过 徐州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地处要冲 但是坏也坏在地处要冲 这里一马平穿 周围强敌灵力 只要徐州之主势力一弱 周围的强敌就很自然要冲进徐州插上一脚 按理说 陶谦一度利用丹阳兵控制了徐州局势 而且陶谦本人也参加过 剿灭枪人和黄金军的军事行动 有一定军事能力 但是陶谦还是很快就遇到了自己完全搞不定的人 这就是来自邻居眼周的强大敌人曹操 这就是陶谦这位全能战士 在乱世中无法解决的难题了 陶谦可以说是在军政方面 是基本没有短板的人了 也就是大锤一再提到的全能战士 不过陶谦这个全能 并不是每一门能力都是超强 而只是每一门都还可以 没有明显短板 大致在80分的水平 他一定遇到某一个敌人的才能水平比他高 比如说军事能力超过100的曹操这种人 陶谦就危险了 而曹操确实作为陶谦的敌人 很快就出现在了徐州 作为三国时代屈之可数的优秀政治家军事家 曹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能力要超过陶谦 军事能力更是可以碾压陶谦 而且当时曹操已经拥有了一支眼周军事集团 战斗力也很成熟了 远远不是刘备这种 还没有成为势力的菜鸟军阀可比 在乱世中通常情况下 陶谦这种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战士 可以比有明显缺陷短板的那些人 比如幽州刘于公孙赞之流 要活得长久不少 但是遇到曹操这种能力 完全笼罩自己的强敌 陶谦的被动很快就来临了 公元193年 曹操以欺负在陶谦管辖区内被杀为由 与陶谦发生激战 最终双方在蓬城大战 结果是陶谦大败 损失惨重 只不过后来曹操军因为粮草供应不足 被迫在局面战优的情况下撤退了 让陶谦有了喘息之机 陶谦虽然打不过曹操 但是毕竟也是全能战士 经过这次蓬城大战 认识到了自己尚可的军事能力 在跟曹阿满这种高手较量 实有不可弥补的差距 陶谦也知道 双方统帅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 自己是无法补救了 但是他还是迅速找到了徐州军在这次战役中 也暴露出的两大直接短板 第一 陶谦的丹阳兵虽然精锐 但是兵马精锐的同时 陶谦缺乏强有力的将领 临阵指挥布阵行军 面对拥有众多优秀将领的曹操 陶谦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曹豹 许丹等丹阳级将领 这些人冲击量是冰头 平时让他们管理军队 镇压叛乱可能还行 但是面对强敌的时候 论计个人的武勇和战争经验及指挥能力 距离曹操麾下名将 差距就太大了 第二 陶谦所不丹阳兵 虽然是天下少有的精锐 但是在徐州这个地方 丹阳兵的优势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丹阳兵咱们上一回在介绍时提到过 它是来自于江南一带的优秀山地步兵 但是在徐州这种一马平川的地方 对手一旦有一支优秀的骑兵 考虑到古代骑兵对步兵的先天战场优势 丹阳兵这样的步兵在金瑞 也不一定扛得住 彭城大战的前后经历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曹操公元193年第一次进攻徐州 以麾下名将曹仁统帅骑兵部队作为先锋 就曹仁这么一支先头骑兵部队 陶谦阵阵营里愣是找不到一支援马能够挡得住的 曹仁一路多次祭拜陶谦军 顺利进兵到彭城附近 与曹操大军主力从容会时 然后联手大破陶谦军 大战之后甚至还有余力阻止陶谦 在彭城之外其他战线上的反攻 面对这两个可以弥补的缺陷 陶谦迅速找到了一个最佳的人选 这就是刘备 当时刘备刚刚好可以有效补充陶谦的劣势 第一 刘备手下有一支千人左右的金瑞胡人骑兵 虽然这点人跟曹操正面刚肯定还是遭不住 但是毕竟比陶谦的步兵还是要有力多了 而且刘备手下关羽张飞等人都是堪称万人敌的猛将 正好可以弥补陶谦有强兵而无强将的尴尬 当然最重要的刘备的势力比较小 而且当时名声也不坏 同时又是出自与陶谦 有战略结盟关系的公孙赞势力 陶谦经过评估 认为相对来说有自己把握控制住刘备 毕竟如果陶谦要是请个公孙赞 与不这样的猛人来徐州 陶谦这个徐州之主的位置 可就不一定还能轮到陶谦来做了 在面对强敌曹操的威胁时 陶谦第一时间 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来亡羊补牢 那么陶谦的努力到底成效如何呢 下一期三国演绎细节解密 咱们继续为您讲述